欢迎来到news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折腰死磕杨子。 爆片方撮河与李线二搭,女主爱与大美女搭档。 从19年热播的《亲爱的爱》开始,杨子近期的影视资源无疑是90后翘楚中的佼佼者, 杨子在圈内的口碑更是水涨船高,甚至有不少流量明星在其望南的运势下也在寻求合作。 而几部话剧更是把圈内的流量合二为一,作为90后90后的领头羊,找戏自然是少不了的, 近日有消息称折腰剧方对杨子十分看好,女主的位置自然是一拍即合, 作为额场下一步的重头戏,这部以历史为主题的古偶看起来很有爆红的希望。 但是男主角的人选倒是让剧方很难堪,前段时间还在网上转邓轮与杨子二搭, 但最终却不了了之,甚至在南方频频示好,甚至不计较翻位的情况下, 杨子还是没能打动两人,看来两人在相逼之后完全没有二搭的打算。 看到这一幕,剧方也只能另寻男主,与杨子合作后的男星几乎都有过大爆经历, 从邓轮,任嘉伦到李线,看来望男的玄学体质的确受到圈内人的喜爱, 因此折腰的片方便把目光投向了刚刚结束合作的李线。 韩商严角色成功塑造后,李线迅速机身流量小生之烈,随后更是迈向影坛, 虽然除了大制作的客串,自己担任主角的电影却成绩平平, 似乎与杨子的李线分道扬镳,因此片方谈起两人二搭成功的可能性就显得相当大。 由折腰的女主人设来看,杨子所钟爱的大美女角色, 在权力的争夺战中与男主们一起坐上了高位,圆满的古偶甜闻, 这类在单改横行的影视圈里已逐渐失去了市场, 虽然国色天香,但千篇一律的大美女人设却把自己的戏路限制在古偶异母三分的的范围内。 李线亲吻杨子留下口红印,看清杨子下一秒手伤动作,老粉都沸腾了。 杨子李线自从前年主演的一部偶像剧播出了之后, 不仅两人都获得了很大的人气和流量, 而且喝两人CP的粉丝们也是越来越多, 不仅在剧中觉得两人很甜, 就连在片场中的一些拍摄花絮的视频也都流露出爱情的感觉, 所以当时有很多CP粉们都非常希望两人能够真正的在一起成为男女朋友。 如今这部剧已经播出两年的时间了, 两人的互动越来越少, 就在CP粉们逐渐忘了这对荧幕情侣的时候, 两人参与客串的第二部剧播出了。 不仅参演了其中的一些剧情, 而且最后还表演了一段结婚现场的镜头, 这真实让粉丝们都激动坏了。 在这部剧播出的时候杨子李线的结婚镜头并不是很多, 但最一段在拍摄这个镜头时的花絮视频流出后, 才发现当时两人的互动不仅很多, 而且环度很甜。 就比如两人在拍完最后的亲吻画面之后, 李线不小心在嘴上留下了杨子的口红印记, 此时杨子看到之后, 他的一个手伤动作瞬间让老粉们都沸腾了。 杨子看到李线嘴巴之后, 瞬间笑出了声, 还伸手对着他的嘴巴开始嘲笑他。 本以为杨子会用自己的手去帮李线擦嘴巴, 结果却只是嘲笑他, 这真的是让粉丝们有点失望了。 不过互相打闹和嘲笑更像是李线, 杨子两人私下里的相处方式, 会更像哥们和朋友的感觉。 不过有人觉得是杨子之前被转绯闻转的太多了, 所以才会在各种细节之处更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视频中能看到杨子是有想要去帮李线擦嘴巴的, 但是最后还是收回去了。 不过这段花絮视频全程还是很甜的, 仿佛又回到了19年的那个夏天, 李线和杨子给观众们带来的这么一部恋爱高甜的偶像剧。 杨子这几年和不少高颜值明星都有一些合作, 而且出演的电视剧都大火了。 虽然外界对他和这几位男主角都有过一些传闻, 但最后却发现实际上是都被杨子处成了哥们儿, 还是很可惜的。 而李线因为这部剧大火了之后, 个人资源也越来越多了, 而且也拿到了不少奖项, 两人都有了还很大的进步。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